美國總統拜登簽署法案 禁止進口新疆產品 在北京外交部批評 法案妄顧事實真相 惡意詆毀新疆人權狀況 在初步干涉中國內政 中方將會視形勢發展 進一步回應 美國總統拜登星期四簽署 上星期完成國會立法程序的 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案 法案隨即生效 預計180日後實施 法案假定所有來自新疆的產品 無論全部或是部分產自新疆 都是由強迫勞動生產 禁止進口美國 有意進口新疆產品的進口商 可以向美國當局提出申報 證明商品不涉及強迫勞動 拜登說美國會繼續動用任何工具 確保供應鏈不存在來自新疆 和中國其他地方的強迫勞動 國務卿布林肯就強調 解決強迫勞工問題 是本屆拜登政府的優先事項 美國已經採取簽證限制 金融制裁 進出口管制等多項具體措施應對 有份推動的共和黨參議員 魯比奧說 法案是美國目前為止追究中共強迫勞動 最重要和具影響力的行動 新疆是全球主要生產棉花的地方 法案或者會打擊棉花出口到美國 美國當局說去年從內地入口的棉花產品總值 達到90億美元 生產太陽能板和智能手機等所用到的多正規 進口也會受到影響 在北京 外交部說美方行徑只會破壞全球產業鏈 供應鏈穩定 批評法案罔顧事實真相 惡意詆毀新疆人權狀況 是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美方反覆借涉疆問題造謠聲勢 實質是打著人權幌子搞政治操弄和經濟霸凌 企圖破壞新疆繁榮穩定遏制中國發展 強迫勞動和種族滅絕這兩頂帽子 還是美國留著自己戴最合適 中方奉勸美方立即糾正錯誤 說將事形勢發展作進一步反應 無線電視記者楊潔儀報道 國務院港澳辦說美國等少數西方國家對香港民主發展表示關切 真正的目的是要搞亂香港以壓制中國 港澳辦發言人說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 但就被美國用來干涉他國內政 壓制別國的發展 維護自身霸權的工具和武器 港澳辦批評美國關切的根本不是香港有沒有民主 而是他的代理人能否刪奪特區的管治團 香港能否繼續成為他任意操控對中國進行滲透顛覆活動的橋頭堡 以及壓制打壓中國的旗子 港澳辦又說英、澳、加、新西蘭等國都不是真正關切香港的民主發展 而是盤算著各自的利益 說被他們玩弄的民主變動不能再蒙蔽世人和港人 日本政府宣布不會派高層官員出席北京東澳 但會派前東京澳組委主席等人出席 在北京外交部敦促日方落實體育非政治法的承諾 繼美、英、澳家等國以人權問題為由宣布外交抵制 明年2月在北京舉行的冬季奧運會之後 日本亦宣布不派政府代表團 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宣布 當局將不會派遣內閣級官員以及其他主要官員去北京 而是派前東京澳組委主席喬本聖子 日本澳委會會會長山下太愚 和日本殘澳委會會會長森和之出席 而日本運動員亦將會如常參與 從野又說日本認為中方應該保障自由、人權、法治等國際社會普遍價值 日方將會透過不同層面直接與中方對話 日本產經新聞報道 中方今年7月曾派出兼任中國澳委會主席的 國家體育總局局長九仲文出席東京奧運 而日方今次派出的代表可保持對等 是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說 中方歡迎日方人員來話 敦促日方落實中日互相支持對方辦奧運會 和體育非政治化的承諾 共同社報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遭受執政自民黨內壓力 要求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今次決定展現日方和美方步調一致的姿態 由於下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考慮到有必要維持中日關係穩定 岸田文雄沒有親自宣布今次的決定 無線電視記者林仲偉報導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 修改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選舉辦法 將會提交明年的全國人大會議通過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說 將會改由現在的選舉委員會 選出36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主要不同的是上一屆選舉委員會 加了很多退了下來的立法會議員 人大政協 今後就不需要了 只是由現在已經組成了的 這個選舉委員會的全體成員 去參與這個選舉 36個港區人大代表 如果以前的辦法可能會一直增加 上一屆已經增加到1900人 我想用現在現成這個選舉委員會 既有廣泛的代表性 選立法會也有這個職能 選行政長官也有這個職能 由他們去選出36位的人大代表 我覺得都是一個合適的做法 明年的全國人大會議 終會在3月5日在北京召開 而全國政協會議就由3月4日開始 晨週十三日 三位的航天員 已經在中國的太空站 生活了兩個多月 進行多次的身體檢查 包括在失重的環境下有沒有高了 在地球人體脊柱間的椎間盆 會受重力影響而壓縮 但航天專家說在太空的無重力狀態下 椎骨間的間距會增大 從而令脊柱拉長變相增高 影響骨格狀態 但在太空又如何站好量度身高呢 讓晨週十三的航天員示範一下 首先要安裝腳步固定器 再安裝固定用繩 他們要先在天花板躺平 再將自己固定 就可以開始量度身高 先由黃鴉平開始 再到指令長澤志剛 最後到葉光庫 他們要保持腰部挺直 量度先會準確 而結果有待比對 每個人到太空中 平均能長高四到八米 專家說 紅天園回到地球後大約五日之內 身高就會打回圓形 他們也有可能因此出現隻樹疼痛 甚至追監盤突出等問題 需要持續跟進 無線電視機只一等結形 美國傳媒報導 沙特阿拉伯在中國協助下 在至少一個地點 折行生產彈道導彈 外界關注可能引發 新一輪中東軍備競賽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拿到在10月26日拍的衛星圖片 顯示沙特阿拉伯中部城鎮 代瓦迪米附近一個設施 一個燃燒坑正在運作 並在一星期之後進行了燃燒工作 處理生產彈道導彈時 產生的固體推進劑殘留物 在相隔一星期後拍到的圖像顯示 燃燒坑已經被清理 有專家說 這次是第一次有明確證據顯示 這個設施證生產導彈 報導說沙特以往只是 會向中國救入彈道導彈 無法自行生產 而包括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 在內多個機構官員 近月聽取機密簡報 得識中國多次將大批 敏感彈道導彈技術轉移給沙特 而今次衛星圖片所拍到的設施 由中國資助建造 專家認為沙特生產的導彈 屬於中國設計 報導分析說沙特自製導彈 可能在中東地區引發連鎖反應 因為伊朗是沙特的縮地 若果沙特能夠自製導彈 伊朗就不太可能同意停止製造導彈 為美國政府限制伊朗製造核武計劃 帶來進一步挑戰 有報導說美國長期以防止核掛散為由 拒絕向沙特出售彈道導彈 又說美國當局正準備就導彈轉讓 制裁中方相關單位 中國外交部書面回應美國傳媒查詢 中國和沙特之間 近期有沒有轉移敏感彈道導彈技術 兩國是全面戰略夥伴 在包括軍事貿易在內所有領域保持友好合作 而這方面的合作不違反任何國際法 也不涉及大殺傷力武器擴散 無線電視機正在梁永山報導 無線電視機正在梁永山報導 到